老罗从4月18号去每天策划拍摄一个短视频 连续了151天 终于在上周三决定平更一周 那天我和我助理说了这件事后 他回了我两个字真好 接下来的七天 我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 一方面可以不受打脑的进行完成 已经堆积庐山的策划工作 另一方面 每天和儿子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 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 打打篮球 踢踢足球 不用老惦记着 还要见风插针式的拍点视频 我还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用南半球明媚的阳光 先晒出我腹肌的雏形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一周前 我为何决定平更一周 接下来2020年只剩下100天了 以后的内容又会在原来的基础上 有哪些变化呢 老罗虽然水平有限 但做转视频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 比如一个五分钟的短视频 我从选题构思到写稿 通常都要花四到五个小时 很多朋友都留言说 你口才真好 一气呵成 思维清晰 其实这些都是提前认真准备后的呈现 写完稿后 我再找场景拍摄 前前后后起码要一个小时吧 然后我助理负责剪切 配字幕 设计封面 又是三四个小时 最后我校对好后 再上传平台 结束后 已经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也很正常 还有留言要回复 当然老罗在澳洲的时间安排的刻度 可都是按十分钟 作为一个单位的 这一点 我的朋友和客户都知道 所以只能利用一些税内化的时间 让我留言和评论 当然 大部分都是非常友善的评论 但也有很奇葩的 比如 我有一期的内容 是非常客观的 从澳洲超市里买了高 中 低 三种不同价格段的牛奶 再谈谈自己的体会 有个网友就留言 我喝A2不会放屁 喝了其他的胃里不舒服 最后还要特地加上三个字 你懂吗 其实我正想怼他一句 你今天没喝A2吧 但想想又忍住了 所以上周三决定 连续日更一百五十一天后 就停更几天 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清静一些吧 当然七天内也有很多陌生的朋友 私信我 让我很感动 比如有位四川的朋友说 每天最大的期盼 就是把手机往桌上一下 他和他先生一起看我的节目 因为他们非常想逃离那座城市 来澳洲生活 而我的节目非常客观 有学有落地展现 我在澳洲的生活和创业 其实这也正是我做这档节目的最大初衷 我四年前来澳洲 也非常渴望通过一些非官方的渠道 来接地气地提前了解澳洲生活的点点滴滴 可惜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栏目 大部分都是以广告为主 当然老罗从不否认我的节目中 也经常会为我策划的澳洲品牌和企业 或者是我觉得很靠谱的朋友做点广告 但起码都是在内容中插广告 而不是在广告中插内容 一眨眼 2020年只剩下最后100天了 我除了继续和大家分享有趣 有料 有思考价值的澳洲场景 大曝光 还会和大家分享 我闯澳洲使用的一些底层逻辑 比如我对时代的感知能力 对社会的洞察能力 对自身的认知能力 对生活的平衡能力 还有老罗在这两年实战中 运用的最多的一些方法论 包括未来以来的共享经济 社群经济 跟踪经济 众筹经济 还有我最喜欢的五大互联网思维 免费模式 用户主权 跨界打劫 降维攻击 不确定性 这些重要的方法论 我在五年前就用于房地产 大盘开发的整盘策划和产品规划中 并一直在实战中不断的迭代升级 当然 我还会尽量多做一些非常公益的内容 比如 墨尔本的花粉剂 马上就到 老罗估计今年自己南逃花粉症的迫害了 那如何在漫长的三个月的花粉剂中预防 如果眼睛过敏了怎么办 怎样自行到药房去买点饮药水 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明天就去请教我在墨尔本的好朋友 墨尔本眼科医生吉米 最近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 就是澳洲自体肝脂肪的临床运用了 我无法每一个都详细的回复 只能再做几期内容统一回复 并在下周二 9月29号下午3点 举办一个线上讲座 请Peter医生一起为大家现场答疑 最后 感谢老朋友们第152次的陪伴 如果新朋友们喜欢老罗策划的内容 就赶快关注我吧 我们明天见